大家好 这一节课接着上一节课开始讲变量、对象、复值、引用 以及一些最基本的自学方法 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变量呢 其实昨天已经用过了啊 我们来给大家做个例子 昨天我们做了一个复值 这个D等于4这样一个复值 大家想必已经记得 如何去将它描述出来呢 我们如何用程序的这个方式来将它完整的描述出来呢 这很多人说这个叫做念作D等于4 其实呢并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可以用程序的方法来把它写出来 D等于4这条语句啊 我们可以这样念 将整形对象啊 4负值给变量D 这里面咱们就看到了两个概念了 一个是整形对象4啊 4它是一个对象 负值给变量D 这个负值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们轮后再讲 这里面出现两个概念 一个是对象的概念 一个是变量的概念 大家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在Pi上的这个领域当中呢 一切的数据啊都是对象 什么是数据呢 4就是数据 包括D等于啊 STR D等于一个列表啊 D等于一个圆主啊 这些呢都是数据 也就是说这个等号啊 右边的这些都是数据 它们都是数据对象啊 一切数据都是对象的意思呢 也就是说 Pi上里面啊 你所有的像这些值 不管是整形也好 这些字符串也好 这些高级的数据结构也好啊 它们呢都是一个对象 对象是什么意思 我现在简单的解释一下 对象的话 它是属性和方法的集合 这个怎么解释呢 我们可以换回到这个现实里面啊 其实我们现实里面呢 你手上的香烟啊 还有你看到的这台电脑 或者说你平时使用的一些工具啊 只要是你看到的事物 它其实都是一个又一个的对象 我们来举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我从百度文库里面 扒来的一个自行车的一个文档啊 这个自行车呢 它就是一个对象啊 这个对象里面的包括啊 这自行车有车架 轮胎脚踏啊 这些基本的这些元件嘛 然后你平常也能看得到这些东西啊 这些呢 就可以称之为这个自行车的属性啊 车架是自行车的属性 轮胎也是自行车的属性啊 而后呢 我们平常啊 操纵这个自行车 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其实不需要直接操纵这个属性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去管车架啊 这个轮胎 就我们不需要自己用手去拨弄它 是怎么去运行它的呢 这些东西就要进入到一个方法了 比如说 自行车已经为你提供好了一个驱动系统啊 这个驱动系统呢 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掌握了我们的脚啊 不断的踩着这个脚踏板 然后这个车就会向前啊 向前行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就可称之为这个自行车的方法了啊 这个对象的方法 所以说呢 这些方法 它 组装集合和运用了我们这个对象的属性 来给我们制造一个又一个便利的条件 而让我们不需要直接面对一串又一串的元件啊 我们只需要去知道这个方法是怎么用的 然后我们去使用它 这也是对象的一个好处了 接下来我们回到这个python啊 我们刚刚做了一个对变量的负值 现在我们再来做一个啊 比如说啊 像我们现在将字符串4啊 负值给了这个变量低 这个时候呢 这个变量低啊 它呢 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个负值的概念 但是这个负值可千万不要理解为 现在低就等于这个字符串4了 其实负值 它本身它是一个引用的概念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提到的一点啊 也就是一切变量都是对数据对象的一个引用 是什么意思呢 你千万不要以为现在低就是4了 这个其实在程序方面是有一个误解的 我们将4啊 这个字符串负值给低的话呢 其实呢 是生成了一个数据对象啊 这个字符串对象的一个引用 也就是说变量低呢 其实是字符串对象4的引用啊 这样描述可能不太直观 我们先用文字来给它做一个定义啊 当数据对象啊 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个字符串对象啊 4复值给某个变量时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变量低 则该变量引用了该数据对象啊 也就是说是低引用了这个4字符串的数据对象 我们应该如何更直观的看一看呢 这样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生硬啊 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个图啊 这是一个非常粗糙丑陋的草图啊 大家就是看一看 这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草图啊 这里面呢 分别就是讲述了这个变量低和这个数据字符串对象4的一个新生啊 咱们可以看一看先从下面开始看起 我是字符串对象4啊 就我被创建出来了 然后呢 我复值给了变量低啊 这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步骤啊 复值给了变量低 然后呢 这个变量低就说啊 我是变量低啊 因为字符串对象4呢 它复值到我这儿 那我在这个时候呢 就被创建出来了嘛 创建出来以后呢 我这里呢 其实啊 只存了一个也就是在这一边 这个我是字符串对象4啊 这个4的位置 存了这个字符串对象的位置 也就是我刚画了这个圆啊 然后呢 我没有存这个字符串对象4的数据哦 也就是说这个4的数据是什么呢 也就是4啊 我没有存数据 我只是存了它 也就是说存了这个箭头啊 我可以从这个低呢 找到这个4啊 在哪里 然后我去把它数据给拿回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 比如说我们printd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已经它显示出了这个4这个字符串啊 可是呢 这个字符串它里面的规则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从d里面找到了这个 它存储的这个位置啊 存储的这个对象的位置 然后呢 它呢 把这个对象的位置呢 再给去找到了它里面存了什么数据啊 存了这个4的这个数据 然后再把这个4再给拿回来 再输出出来啊 这是一个流程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啊 Python里面呢 一切变量都是对数据对象的一个引用啊 都是引用啊 记得这个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Python内部的引用技术啊 这个东西呢 我们还是回到刚刚的图吧 这个图里面 我开始讲流程的时候就讲到了 我是字符串对象4啊 这个字符串对象4呢 它是先被创建出来的 那它在内存里面它已经有了一块位置了啊 如果它没有位置的话呢 那这个变量B呢 变量D也没有办法去存储这个4到底是在哪里 对不对 那被创建出来以后啊 那假设我这个D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我D开始啊 这个4被创建来了 然后呢 我们D呢 就不要这个4的位置了 我们换成这个2这个位置啊 2这个数据对象的位置 我们引用2 然后呢 那这个4这个数据对象呢 它应该怎么办呢 肯定是要被销毁 对不对 如果不被销毁的话 那我们会发现啊 你一直在复制 一直在新建一些数据对象 这些数据对象也一直在内存里面 那你一直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话 那岂不会到最后的话 你程序都跑不了 直接死机好了 所以说 这就得牵扯到一个垃圾销毁了 垃圾销毁 就是说把那些不用的啊 就不用的变 不用的数据对象呢 给想办法把它给销毁掉 这里面就得引入一个引用技术了啊 引用技术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还是看这个图啊 比如说 当我这个字符串4呢啊 这个对象4被创建出来的时候呢 它的引用技术呢 第一次被创建出来的时候 它的引用技术是1啊 然后呢 假设我这边 我再生了一个变量啊 这变量是1啊 这变量1呢 它也保存这个 字符串对象4的这个位置啊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字符串对象4呢 就再加1 也就是说 它有两个引用技术了啊 这个东西我们用代码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我们来看一看啊 比如说啊 我们先input了一下 这个里面有一个方法是可以看你这个变量的引用技术的 我们来看一看啊 好 我们已经生成了一个这个字符串对象了啊 我们来查一查这个字符串对象的引用技术是什么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模块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这个生成的 它现在呢 它的引用技术是3 而不是1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派上内部去生成的时候呢 其实会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机理啊 这些机理的话会增加这个字符串对象的这个引用技术 所以说刚开始被创现出来的时候呢 看到的不是1而是3啊 这个要记住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啊 将这个字符串对象呢 再复制给这个一个新的变量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看它的引用技术是多少 你看引用技术就是4了啊 它就是持续的 它再加1 然后呢 我们再生成一个啊 再将这个数据对象呢 再复制给一个新的变量啊 这个时候呢 又有一个引用了 那我们先看看 这一次啊 这个引用技术又再加1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时候 如果是要销毁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 第一呢 我现在不等于这个test的哈哈哈哈啊 就不等于这个数据对象 我呢 我等于一个整形啊 我现在我引用了一个整形了 一个整形的数据对象 然后呢 我们看看它这个test哈哈的数据对 一个引用技术是多少 你看 大家可以看到 它引用技术它就变少了 然后呢 我们再将这个1也重新啊 复制 重新复制以后呢 这个自伏串的数据对象呢 它就持续的去减1 直到减到0为止呢 然后python就把它给彻底的销毁了啊 第二点啊 就是我们的变量 我们的变量呢 要创建嘛 就是说它要引用一些数据 它可以存数字 可以存自伏串啊 那我们这个变量名呢 这个怎么去命名啊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说你有些时候 假设像我这样啊 像我这样就是非常突憋的方法 如果你在程序里面这样去命名的话 你基本上就完蛋了 对 我当时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 所以说这里就比较粗糙 比如说啊 像我们一些字符串的命名 至少要有几个步 我在这里已经写好了啊 记住不能做什么 我们先看一看 不能做什么呢 不能用关键字句命名啊 比如说像我们的 举个例子 像我们的if 是不是 if的话是一个 一个判断语句 是不是 还有and 是不是 比如说if a等于啊 b and c等于d啊 然后呢 这个里面就有两个关键字了 一个是and啊 一个是if啊 还有呢 像我们的import 啊 这些呢 都是属于关键字的范畴啊 然后还有while 是不是 还有for 这些呢 都是属于关键字的范畴 所以说你们去 命名这个变量啊 你们不要不能用这个 关键字去命名它 比如说像我and等于4 是不是 你看 他就说我语法错误了 因为这个关键字的话 它是缺 缺省是不让你去做这个变量的名字的啊 这点是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他只能做什么啊 只能做什么 记住了以后呢 你按照这个规则做 当然也就是最好就不会出问题了 第一个呢 就说你只能用字母开头啊 你只能用字母开头 a a等于4 a12345 都 这样都没有问题啊 这些命名方式都没有问题 你不能用数字开头啊 然后呢 还可以用 用这个下滑线开头啊 比如说像 这样的命名方式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命名方式 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除了这个字母呢 和这个下滑线开头呢 以外 其他都不可以 大家只要记住这一点啊 后面的就随便你了啊 这个开头以后 后面就随便你了 然后呢 怎么搭配最合理啊 其实也就是告诉你一些 比较缺省的一些命名的规则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写的这个模板吧 啊 这个模板里面你发现了没有 就是说像这个变量名啊 函数名 这些呢 它全部都是小写 这个小写呢 我建议大家就说这些东西啊 全部都是小写啊 还有就包括你的这个文件名啊 这个 然后呢 小写以外呢 你这个变量呢 如果你是有两个单词组成的啊 尽量的就是用下滑线比较好 下滑线看得清楚啊 当然很多人还用用驼峰 驼峰的意思呢 就是啊 落头形状 比如说这样啊 啊 这样的驼峰 就是每个单词的首字母呢 大写啊 这样也是一些人的思维习惯 不过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个 用下滑线啊 因为你这样直接连着单词看 就明白是什么了啊 函数也是可以用驼峰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记住了啊 就说 大小写啊 在拍照里面 大小写是敏感的啊 我们比如说啊 命名一个变量 像我们的命名是A等于4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print了一个大写的A 他都没有定义 对不对 我们再重新定义一个 大写的A等于5啊 然后我们看一看 大写的A 是不是等于小写的A啊 他说force 大家看到没有 他说他是不等于的 因为他们两个负的 本来就是不同的数据对象 数据对象嘛 对不对 然后呢 这大小写敏 敏感是 大家一定要记住的了啊 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变量的负值了啊 我们上节课里面有讲到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变量的负值啊 我们变量的数据类型呢 它是根据你负值的时候啊 你的这个数据对象 它是什么类型 而确定这个变量是什么数据类型的 我们结合刚刚的图啊 就我们呢 将这个字符串对象4啊 创建出来以后呢 我们将它附件给这个 负值给变量低 那变量低呢 因为我们这个负值的这个是一个字符串对象 那我们这个变量低呢 就是个字符串的类型啊 这个东西 我们看这个图的话也应该比较清楚了啊 然后呢 除了动态特性以外啊 动态特性 我们最基础的一个负值 比如说啊 像我们将STR的这个字符串推向啊 负值给变量 哎 那我们呢 还有一种方法叫做多重负值啊 多重负值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用逗号来分隔不同的要负值的变量 然后呢 将后面呢 后面也是用逗号负 逗号分隔啊 来把它这些要负值的一些数据对象的 然后给写上去啊 然后呢 这样的话呢 前面啊 这等号左边的这个每一个变量啊 就根据逗号分隔的这三个变量呢 也会分别被负值 这等号右边的这三个以逗号分隔的啊 这三个数据对象 这也就是多重负值的意思 其实这里面 它它隐藏了一个东西啊 其实后面呢 它其实是一个圆主啊 它其实是个圆主 这个圆主呢 是用这个小括号 小括号酷起来啊 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可以会跟大家再仔细的讲一讲 嗯 然后呢 如何去删除啊 删除一个变量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个delete啊 dl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空格 空格以后呢 a啊 然后就把这个变量给删除了啊 我们来确定一下 我们先假设生成一个啊 一个b的一个变量啊 b现在是有值的啊 是有值的 因为它引用了这个字符创对象啊 然后呢 我们再delete这个b啊 然后呢 b现在就是没有值的了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删除啊 它可不可以联合删除 我们还是把开始的这个多重复值给拿下来啊 哎 然后我们看看能不能联合删除 哎 哎 也可以吗 我们看一看 是的 我们还可以联合删除啊 把这些东西用斗号风格一起删除掉啊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讲这个伴随一生了啊 学python呢 必须要牢牢的掌握这三个啊 因为这三个呢 其实是经常用的 这三个会让你的这个自学啊 自学变得轻松而有趣 至少不会摸不着头脑 其实也就是三个内置的方法啊 这个第一个呢 type啊 这个type是什么东西呢 它是确定你现在这个变量啊 它是一个什么数据类型啊 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个啊 将一个整形啊 然后我们看一看啊 它现在它是会输出你 哎 这个是一个整形啊 这个确定数据类型呢啊 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些数据 你可能拿下来数据 你可能要确定一下 看它到底是什么数据类型 在接下来再去用嘛 呃 包括你以后的制定的一个异常啊 什么的 其实都和这些类型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据说有时候啊 程序写不通了 哎 看看是不是类型错误了 然后呢 第二个 第二个是自学的时候常常用的 因为像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些 拍上的模块啊 比如说我们 要用一个时间模块啊 然后这个时间模块呢 我现在我想 那我的程序啊 就是睡个十秒钟 停个十秒钟 不动了啊 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方法 这方法 这个这个模块里面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做这些事情呢 那我们必须用这个help来看一看啊 这个help 哎 然后呢 你把它输出出来啊 输出来 哎就看到这个帮助文档了 大家可以看 这个帮助文档是相当详细的 大家千万不要怕英文啊 因为这里面的英文实在是太简单了啊 然后的话 咱们可以看一看 哎 它这边才能告诉你了 我这有很多方法 哎 这一下就找到了 看到没有 哎 它这边就有一个 哎 sleep 是不是 这个sleep呢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sleep是怎么用的啊 如果我们想专门看一看啊 哎 刚刚忘记了 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再 用这种方法 找找找找找找找看啊 他这里他就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解释了啊 他后面就是说你里面要跟一个 seconds的一个参数 就是你要睡多少秒啊 那么看看用一用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睡个五秒 好 你看这个拍上的这个就阻塞在那里了 他要停五秒啊 哎 这样的话就算好了 嗯 这个help函数呢 可以方便你去不断的去认识和学习其他人的模块 在这个时候呢 呃 你们一定要注意到 就是说经常的去看这个文档啊 你们用模块所经常看文档 很多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啊 然后DIR 大家在Windows里面可能会常常会用到啊 因为Windows的那个就是LS啊 这个就是看文件啊 就看文件夹里面有什么文件都是用DIR 而DIR呢 就也可以啊 就看到这个一个对象啊 一个模块 它里面它有哪些的方法函数 我们看一看啊 DIR Type 这样就可以非常简单清晰的看到你可以使用的一些方法了 这里面 这 这三个呢 这三个内置的方法是经常会用到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说 基本上你以后写拍上是离不开这三个的啊 然后的话 以后有时间 比如说看看这个模块的手机 有时间就看一看 它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有哪些可用的方法 然后呢 第二点和第三点呢 其实也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要预留的一个课程了啊 也是今天一道习题 如果能解决的话 也就算是这个help 这算是也算是入门了吧 好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了 然后稍微给大家讲点题外话啊 就因为我和老王嘛 然后办这个视频讲座啊 然后也是想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进步吧 尽可能的也是有一个向大家宣传Python啊 也让大家一起好好地学习Python的这样一个用意 然后我们这个视频呢 也是可能会在中间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谬误啊 可能会有一些小错误之类的 那这样的话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会带上刊物 如果说有的时候啊 大家发现了什么 比如说我讲东西的一个方式啊 或者说 或者说你讲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啊 然后哪些地方要讲得更清楚一点啊 应该仔细的开开堂课再讲啊 那这个东西的话大家就要跟我讲 你不跟我讲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我这个就是我现在讲课的方式呢 其实有一点参照那个headfest啊 就是那个深入浅出的那个系列 然后的话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否习惯 之前我们给在那个课程里面 就是有有那个目入嘛 比如说今天上什么明天上什么 那个当时只是一个预留的一个方案 一个参考方案 然后呢 我我现在所说讲的这个课程呢 其实也是我自己就是一节课一节课的给定下来的 所以说就是每天也是要重新的去备案啊 就是重新的把这些课程的一些内容啊 然后自己要找些资料什么的 尽可能的不要是太有有太多的一些问题吧 也是希望能对大家负责 然后呢 反正就是说也希望大家能多交流啊 有问题有难处啊 还有就是我有些地方你觉得应该再仔细讲 或者说我的一个讲课的一个方式呢 就是如果哪里不好 哪里要改进 觉得怎么样更好 你就告诉我啊 直接告诉我 就是不要怕 不要藏着椰子啊 就是我们都是一定要 就是比较透明一点 然后的话也谢谢大家 就是说能相信我们 然后就是说进来这个课程吧 也是希望这个课程完了以后的话 大家能真实的能学到一点东西啊 谢谢大家